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已建民国 已进大统 在中华民国国歌和美国国歌声中 星条旗和青天白日旗高高升起 这是美国芝加哥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元旦升旗的现场 近百位来自新老乔社的乔包和中华民国驻之官员 冒着超低温的天气 参加了这场在中华会馆举行的升旗典礼 虽然今天的风很大 不过呢我们一群人很高兴的就来到了China Town 然后呢你看我身上戴着这个国旗的这个围巾 然后刚才升旗典礼看着国旗燃燃上升 我心里头真的是很感慨 新潮澎湃 那么敬祝我们中华民国百岁 怎么讲越来越蓬勃 大家都越来越幸福快乐 好谢谢 今天呢虽然是冷的天气 但是你们看 我都熟悍了 来来都很兴奋 来来是很高兴 这个是免质自由的国家里面 新竹我们中华民国的一百周年 特别是兴奋 让我们全部的中国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免质自由和幸福 元旦升旗也为一整年的百岁庆生活动拉开了帷幕 这个元旦升旗的那个同步升旗典礼 这是我们每家那个桥界筹备委员会呢 大家共同推动的 因为每个地方的话都有自己的升旗典礼 但是我们是希望是说大家造成一种万众一心 所以我们要用同步的这个升旗典礼呢 来象征这个我们每家桥界呢 所有的侨胞 大家共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的这个新意 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像我们芝加哥的话是早上十一点 纽约的话呢是中午啊 然后像加州的话呢就是早上九点 所以我们是在整个每家地区呢 大家是同步一起进行这个升旗典礼 在未来一整年里面呢 我们将会有陆陆续续呢 在每家桥界各地方呢 都会有一些庆祝活动的来 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缅怀我们的先烈 更希望呢可以为中华民国呢 开创未来的一百年的盛事 庆生会在林乔治指挥全场齐唱 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申佩黄首先致辞 他表示办事处和乔乔中心同仁 非常荣幸参加中华会馆主办的百年庆生会 申处长说 喜闻参与演出的侨胞超过三百人 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 让当晚的夜空都为之星光灿烂 他表示 无论是一百年前中华民国的创立 还是八年抗战 都是人人之事 以坚忍的意志 不需不恼推翻满清专制 打败肩甲利器的日本侵略者 以至后来 中华民国在国共战争中失利 退守台湾 仍是靠着国内外同胞 不离不弃 坚持奋斗的支持 才能度过艰困的岁月 实现三民主义理想 建立完全政治民主的体制 以及经济奇迹 申处长说 回顾过去百年历史 可以说中华民国在政经文化建设上的成就 已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重大贡献 足以作为华人世界的典范 芝加哥中华会馆主席欧一平 在致辞时也表示 自元旦升旗开始 系列的百年庆典活动展示了美加侨团 侨学各界 对国家的热爱和向心力 欧一平说 中华民国走过一百年不容易 战乱艰辛 荣辱沧桑 抗战苦难 国家风雨飘摇 政府牵台 但凭着智慧和勇气 创造了举世共睹的经济奇迹 使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宝石和民主的灯塔 他还表示 缅怀一世纪的艰辛 芝加哥中华会馆坚持的支持中华民国始终不变 传统侨社 侨学各界 对自由祖国 忠贞爱国理念也是不变 关心与奉献不改 他并希望通过庆祝百年系列活动 促进侨团和谐 凝聚爱与希望 迎接下一个百年 芝加哥侨教中心主任陈永峰 在致辞时也表示 从建国到抗战到民主建设 侨胞始终站在最坚强的岗位 替国家做出最大的努力和建设 他代表中华民国侨委会 特别感谢侨胞的参与与付出 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迎接一个更灿烂的一百年 晚会由黄景律和钱怀德主持 首先登台的是成大校友会的古镇成祥万众一心 节目中有升旗典礼四行仓库 缅怀国父永远的孙中山 以及由将士后代演唱的三军军歌等歌舞短剧 还有台湾原著名舞蹈拉丁舞 以及来自传统桥社的国具贵妃醉酒 和韩华联谊会的爱国的韩国华侨等 25个社团共推出了20个节目 最后在136人参与表演的百人大合唱 梅花和中华民国送的歌声中 庆生会达到了高潮 一百多人煮自一百 并切蛋糕为中华民国百岁庆生 中华民国精彩一百 今天真是不容易 我们大家台上台下 都有一股庆祝百年中华民国 生日的那种热情 当今天把精彩一百 把这个一百挂起来 把这个band的整个场地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好感动 而且好激动 没有想到芝加哥的朋友 大家这么热情 大家这么热心 才能够把今天这个活动 办得这么漂亮 这么盛况 这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感激的 谢谢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推销票 因为不但出于参加节目 同时也尽力希望把这个场地做满 所以很好 这是我们芝加哥第一次 25个团体共同合作 芝华复联会主任委员谢维文表示 百人走唱一百 在海外桥社还是头一次 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 今天晚上此时此刻 大概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时刻 因为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 一次一次的筹备 大家开会 然后一通通的电话 我们跟很多很多 我们各个社团的负责人 做很密集的联系的工作 而且我们每一个团体也都非常尽心尽力 尽所能的做出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而且甚至于在百人合唱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芝加哥桥社今天是创造了历史 因为我相信大概是没有人 最少在这个之前 是用走唱的方式走出了一百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 这是对我们中华民国一百岁生日的一个最大的县力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二十五个团体 共襄盛举各出各的节目 那我们后来把它们综合起来 把它重新安排一下 就有几个主题 几乎都是主委先想到了 然后我们就是carry out他的想法 那么就把它给做出来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有点frustrated 哇 太难了 不过没有想到结果这么好 新唐人电视台 记者杨小梅 林冲 芝加哥采访报道